好 另外来看到新北市一名男子在家喝竹叶清酒 隔天酒还没有退 开车在妻子出门 却是撞坏了停靠骑楼的五辆机车 目击者说因为先看到擦撞才提高警觉往外看 没想到肇事者倒车冲过来 那么如果不是早一步后退 还可能会被热粥给烫伤 而这名肇事驾驶浑身酒气 酒测值高达0.63 伴随着煞车声 黑色轿车就这样一路往骑楼撞 碰了一声现场无量机车全喷飞 也波及无辜的小吃点 东湖才发生车辆冲撞骑楼导致三死事故 店家吓得要驾驶先熄火 而他就是肇事的诚姓男子 目击者说驾驶浑身酒气明显喝酒 而他的妻子则是频频解释路况不熟 事故发生在19号中午 现场在卢州中山二路 还原车祸经过 民众说先是看到黑色轿车 跟小黄碰撞 之后就看到驾驶一直倒车 当初因为已经有警觉 所以往外面注意 看到苗头不对 立刻往后退 撞击导致店家的监视器晃动 就连锅炉里面的热汤和热粥也都喷溅 原来陈信驾驶前一天在家喝足夜清 久没有退在妻子出门 酿成事故 警方到场调查 诚信男子酒车值高达0.63 车祸没造成有人受伤 但这一状要不是先有防备 加上这天没人排队 恐怕导致更大伤亡 第一倍新闻吴俊伟 韩上伦新北市报道 台北市15岁少年 偷开外公的车 凑成三人死亡 虽然车辆都投保强制责任险 但是有些车主 也会加保第三人责任险 不过这回呢 肇事者是未成年 再加上无照驾驶 常治理赔会跟监护人来追偿 而其他保险也无法理赔 至少有千万元的理赔金 恐怕都得由少年的爸爸来负担 店家门口被摆上整排鲜花 这些都是对三死车祸 罹难者最深沉的思念 其中如性其事的妻女 写着希望爸爸好好走 我跟妈妈会好好过日子 要对方别有牵挂 但后续求伤程序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那壶三死车祸已经过了两天 目前店家看起来呢 是已经清理到告一个段落了 不过呢 目前是还没有办法恢复营业的 但是这些毁损的装潢啊 或者是这些清理的费用等等 这些损失业者该找谁逃 这回肇事车辆车主是少年外公 以强制责任险来说 四者每人理赔两百万 伤者每人二十万 把车借给亲友开 通常只要车主同意 产险公司多数都会理赔 但这回孙子是无照上路 恐怕很难获得理赔金 强制险属于无过失责任 只要发生车祸 保险公司一定要理赔 但保险公司可以向最后 应负责的人进行求偿 另外就假释已是品次的部分 因为属于无照驾驶部分 这个在保险部分 属于不保事项 就算家保第三人责任险 同样会因为无照驾驶 无法获得理赔 再加上医疗费用 营业损失等等 监护人恐怕得承担千万理赔金 为了让被害人顺利求偿 警方鉴请清查监护人的财产 但法院认为资产不是犯罪所得 不符合标准 后续只能靠贩保协会申请假扣牙 我对不起大家 我不会教小孩 我会为我儿子负责 儿子开车撞死三个人 骂完还是得承担 但后续恐怕得面临 至少千万赔偿 这起车祸造势者未成年 但是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情节严重 这到底算是过失 还是有可能会构成杀人的 不确定故意 交给丰伟分析 前天在台北市内湖区的 东湖市场的交叉口 这里发生一个很严重的车祸 造成小石店门口三死 两伤都是客人 那造势的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那十五岁应该就是未成年 那未成年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 应该就是交由少年法庭来审理 但是如果被判定这个情节重大的话 那也有可能要交给检察官来办 但是怎么样算是情节重大呢 律师黎一如他就说本案的讨论重点 应该是这是一般车祸的过失致死 还是说他是具有杀人的不确定故意 那不确定故意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知道你无照驾驶 可能会撞死人的话 那你还是坚持要无照上路 去开阿公的车 那就可能会符合不确定故意的这个要件 但是他也说会从好几个层面去做探讨 不会说是你符合了这个要件 那就是具备不确定故意的杀人的 不确定故意 那他也说其实会从很多的细节去做探讨 目前都还是未知数 上个月时候失势坠海的飞官谢佩勋 在幸运获救之后 最近又重回岗位继续守护台湾的领空 不过立委王洪威就直呼佩服谢佩勋的勇气 但是也表示不能让飞官坐在高空的棺材里面 从发声到我跳伞的话 应该是一分钟 能反应的时间非常短暂 他是一个多月前幸运获救的换上飞官谢佩勋 闪开是到过海前才 就是一种助感才涌上心统的那种感觉 只是谢佩勋依旧没放弃飞官任务 短暂收养后再度回到岗位 这也让立委直呼佩服 但是我们绝对也不能让飞官 今天在高空上是坐在高空棺材里面 随时随地有可能牺牲 但眼下国防部似乎没有构心机的规划 而是主力研发五人机 五人机的部分 其实它是现在的战争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不对称作战的一个主要战力 那当然在我们国防部也投注了 超过百亿以上的预算去做研发 且看看明年度的一般装备预算 海陆空三军空军最少约247.1亿元 但海军最多有近500亿元 另外在海巡部分 自2018年起也有三观计划 共计划555.4亿 打造百余骚的巡防舰艇 这几年已陆续交船中 只是跟对岸海警船相比 我方实力还是有落差 以千段级来看 目前海巡已交船的10艘 大陆百艘起跳 还有至少两艘万顿级 总统更新进度 毕竟这些都是 昔日担任隔魁时核定的政策 新闻新闻 新闻上邱安柔 台北报道 明年度总预算案 朝野依旧僵持不下 行政院长卓榮泰就说了 会考虑会申请试线 却被民众党的立委 黄国昌很酸 时间交给风伟 在立法院长 韩国瑜召集了朝野 包括行政院长卓榮泰 来跟在野的立委 一起是一个和解放之后 现在看起来朝野对峙的情况 还是没有比较缓解 那现在新政院长卓榮泰 他就说了 总预算案持续卡关的话 那不排除 可能会思考来申请试线 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在野党就非常不能够接受 包括民众党团的 总组黄国昌 他就说卓榮泰 根本是把宪法法庭 当成自己家开的 整天在威胁在野党 希望他不要把立法院长 韩国瑜当作是傻子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过去 国会改革法案 也是交由视线 那现在总预算案 也是要这么处理 国民党的文章会主委李燕秀 他也说卓榮泰 是把自己当成黑道大哥 把法官当成为事的小弟 一不开心就要视线 正当现在朝野正在协商 说包括这个禁法补偿条例 是不是这个额度 可能要调整到四万 还是六万等等等 在做折冲的时候 你说的这句话 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受尊重的 那现在呢 其实下个礼拜在司法委员会 还有这个财政委员会 都要排审 宪法的诉讼法 还有财政收支的划分法 预计都会在掀起朝野的激烈攻防 如果你还想要掌握更多的 其实新闻内容的话 现在可以打开手机 扫描界面上的 TVBS QR Code 掌握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半导体的起源故事 总统站在张忠谋的手稿前 仔细听 府内全新常设展开幕 总统和副总统先开箱 2000年民进党第一次执政 便将总统府非假日 也提供民众的展览 充分展现民主的精神 意思就是民众能参观总统府 民进党功劳不少 只是民进党在立院朝扫野大 想推的想做的 只要蓝白不认同都免谈 唯一自救途径提示线 算是总预算案 卓荣泰就喊出不排除示线 把大法官当作他 劝扬的工具 那大法官难道都是要配合 民进党办理吗 而目前结果将揭晓的 就是国会改革示线案 国会改革示线案将在 10月25号宣判 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点 也是因为有亲民大法官的任期 直到10月底 因为在野阵营为因应可能的 大视线潮将联手修法 提高示线门槛 除明确规范大法官 现有总额为15人外 现行判决需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将提高为三分之二 若修法通过 再加上七名大法官人许案 持续卡关 对于新宋的示线案 民进党痛批就是要 瘫痪宪法法庭 就是一种怕释线 所以就参唤 宪法法庭的政治逻辑 台湾好不容易建立的 宪政民主的制度 怎么样避免 在新的绿色威权体制之下 继续遭到破坏 宪法诉讼法上面 是希望各个大法官 在下决定之前 可以有更充足的讨论 朝野攻防民进党 寡不敌众 七月天新闻 一名西班牙籍男子 五年前入境台湾 也取得了拘留证 没想到他竟然是 在意大利犯下了 十亿元诈骗案的主嫌 被国际刑警 列为红色通报 移民署接入调查之后 将他强制驱逐出境 而当事人指控 移民署限制人身自由 甚至也不给他 陈述意见的机会 紧急请律师申请提审 法院裁定出炉 认为移民署程序有瑕疵 一名西班牙籍通信犯 被移民署要求 强制驱逐出境 但主要过程 是让他觉得 人身被限制自由 甚至还强迫他上飞机 他赶紧是跟员工来联系 并且请律师 来向法院申请提审 这名西班牙籍男子 在意大利犯下了 直逼十亿台币的诈骗案 被国际刑警组织 列为红色通报对象 只是他来台湾五年 领友居留证 如今被移民署强制驱逐 出境之前 他紧急向员工求救 法院接获申请 也介入调查 西班牙男子指控 移民署台北专情队 十三号要求他 六天之内必须出国 甚至十七号通知他 隔天就得出席审查会 结果十八号晚间 开始限制人身自由 从晚上八点四十分 到十一点五十分 他根本不晓得 为何被驱逐 指控移民署 限制他与员工和律师联系 直到十九号凌晨十二点 坐上了飞机 才终于有空档 传讯息给员工说 要达十二点二十分的 飞机离开 而且有两名移民署的人员 陪同搭机 仍然被限制自由 移民署解释 没有使用戒局 而且在桃圆机场 有借办公室 与当事人沟通 反控是这名男子不配合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裁定出炉 认为移民署执行程序 有瑕疵 应该要给当事人 陈述意见的机会 还有充分的时间 最后裁定释放 因为他是国际通气犯的话 他出去可能就已经 回不来台湾了 可是就这个提审的部分 已经认定说 他的一个拘禁的部分 是有问题的 恐怕会构成 公务员假借职务 妨碍自由罪 或者是公务员假借职务 的强制罪的问题 先不认说这个 被赶出去的 这个当事人的状况 但因为这个部分 就是你在把人家去出境 或者是拘禁他人的部分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权议题 所以这样恐怕 就是人权的部分 在台湾的国际形象 恐怕会大打折扣 依旧航班时间查询 西班牙籍男子 一架四口 恐怕已经飞往新加坡 最后的法律救济 看似晚了一步 却曝光移民署程序 藏有瑕疵 TVBN新闻 王晃一姐 特别报道 而另外再来看到 民众出国 在国安检之前 其实都会被再三提醒 不要携带哪些违禁品 但是有民众分享 自己搭乘国际航空 从新加坡 是飞回桃源机场 但是在座位上面 竟然是隐藏了 一把尖锐的小剪刀 刺伤了他的腿 但是民众认为 这种危险物品 是已经影响到了飞安 对此航空公司低调解释 当下是有立刻关怀 并且安排换位置 后续会再进行个案了解 两个座位间 民众挖出一把尖锐小剪刀 但等等 这明明是飞机舱内 而且竟然还被吴玉锦刺到 民众18号从新加坡 搭国际航空 要回桃源机场 中途从洗手间返回座位 坐下时突然感到 大腿一阵刺痛 原本以为是坐到安全带 直觉性的用手去摸检查看看 没想到手也一阵痛 这才发现两个座位间 插着一把尖头向上的小剪刀 让这位民众直呼 真的太扯 影片中刺伤旅客的小剪刀 大概就是长这样 但因为其实它非常的尖锐 尽管不到十公分 还是只能用托运行李的方式 不能随身携带上飞机 航空公司官网上也提醒 为了安全理由 这些刀尖尖锐物 只能以托运方式做运送 针对事件 航空公司证实在经济舱 确实发生座位夹缝 有把小指夹剪 空服员接获反应之后 立即关怀旅客是否有受伤 并安排改座其他座位 而易规定这是机上违禁品 后续将对个案进行了解 维护机舱环境 移留在这个座位的细缝当中 非常不易察觉 所以非常难顿定 这个小剪刀到底是上一个航班 或是两千前的航班 所移留下来的 民航局也都有公告提醒 能带跟不能带 航发会指出在过境过程中 因为时间非常宝贵 要求时效性 空服员清洁人员 其实无法一一查核 空服员仅能做基本的 遗失物的查核 而地面上的勤务工作人员 最主要是做清洁跟整理的工作 而且在一至二十小时之内 就要完成所有的工作事项 直说小剪刀怎么闯关 进到机舱 被画上大大问号 毕竟有关飞洋问题 若没彻查 恐怕在海关这边 就会让国家出现破防 虎航一架航班 飞往韩国釜山 却是遇到了机场天候不佳 转将大丘机场 原本加油之后要回台 却碰上了南乘客大闹 甚至还碰撞了机门 吵着要下机 最后是拖到了机场宵禁 无法起飞 所有旅客都从大丘入境韩国 不过这一闹 也害班机滞留大丘机场过夜 连弹影响 隔天六个航班全部延误 虎航也将对这名男子 采取法律行动 旅客想下机被空服员制止 还继续等在机门前 旅客硬要闯还冲撞机门 会这么急是因为这架 五航IT60618号往韩国釜山航班 尝试降落釜山 但天后不佳降落失败 9点58分转将大丘机场 机场广播飞行机只能回台 而疑似韩国的旅客 不愿意在机上抗议 直到晚上近午夜12点 机场广播可以下机 凌晨一点入境大丘 旅客欢呼终于能下飞机 搭上游览车回釜山机场 但这一闹也让虎航 后续航班大乱 机场后机是旅客 只能苦苦等待 虎航19号延误航班 包含大阪东机航班 还有往普吉岛 共六架次受影响 也延误旅客行程 还有早上七点班机 延误到下午三点 我一天的行程都没有了 我预定的餐厅 也没有办法去做取消 每一个人平均是四千五百年 日圆的餐厅 旅客抱怨 班机排太密集 虎航回应 十八号往釜山航班 原定在大丘机场 加油反台单 外籍旅客坚持下机 影响航班作业 碰到宵禁无法起飞 最后旅客下机 虎航安排交通往釜山 班机滞留大丘过夜 才影响后续班机 也对自饶旅客 将采取法律行动 对受影响旅客感到抱歉 福山机场有先天的地形限制 云比较低或者是吹比较大的尾风的状况 都有可能造成无法起降 天气因素加上旅客不配合 害后续航班被迫延护 被影响旅客无辜也无奈 提供新闻王行堂林政委 吵叫人桃源台北采访不到 台中逢甲商圈人潮不如以往多 有许多的店面招租 就是有人怀疑是因为租金太高的问题 那么逢甲商圈的主委 也喊话房东调整房租 才有办法吸引年轻人创业 创造双赢局面 周末假日时光 但一走进台中逢甲商圈 必跟阳光商场内只剩下四面 佛算命店家在营业 旁边有许多孔点面 统统拉下铁门贴着招租公告 人潮不如以往多 游客跟在地人都很有感 民众点出逢甲商圈 越来越多闲置店面问题 他们说就是因为游客少 租金高 根本没有人敢来创业 商店他不愿意去改变 那租金又很高 还留恋着所谓过去的高租金 这样的一个念头 的话租金就没办法降下来 逢甲商圈主委也喊话 房东应该考虑现金环境 调整租金才能够创造双赢 主委提出案例 他说像是NET 因为房东降租 所以业者决定扩大经营 以现在的局势 就有房仲指出 目前房仲商圈摊位租金 15000元气 店面租金约在6-12万之间 如果年轻人创业租店面加上雇佣员工 每个月成本起码10万元起跳 另外根据房仲大学统计 房仲商圈在2015年 以1328万人次达到巅峰后 开始逐年下滑 2023年虽然稍有回升 但还是只剩下800多万人次 人超少加上前置店面多 让不少人担心 房仲商圈会步上高雄新绝江的后城 TVBS新闻陈述调 反映一台中采访报道